这个蜂香叶还挺香的 你们有没有吃过蜂香叶做的糯米 是黑色的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梅 明天是农历3月13 我们这里过节 我妈叫我们去镇上买两只鸡回来 我们这里过3月13 也就像过清明一样 今天出大太阳了 我妈把所有的衣服跟鞋子都拿来洗了 这么大太阳 等会我回来把它洗 好 我们回来了再洗 好 买了两只母鸡 让老板帮忙修了 不然一会回家难得修 看小梅今天穿这个鞋子 我妈妈做的 还要不要买什么了 不买了我们回家吧 嗯 太多油了是不是 放冰箱了 太热了 你要带上草帽 走吧 走吧 我和小林现在去山上打点风香叶回来 明天要拿做糯米 又香又上色 还要拿一些来插放大门跟窗子 这是我们这边的习俗 今天我们这里好热 30多度 风又大 看现在是30度 看别人家门口都已经插好风香叶了 太热了 买了瓶水 还有冰棍 要不要尝一下 我们这里热的都可以吃冰棍了 这座山好多风香树的 但是我们就要前面这两根吧 就不爬上去了 太热了 小林去砍下来 看着一点嘞 我再去要一点吧 好 这个风香叶还挺香的 你们有没有吃过风香叶做的糯米 是黑色的哟 够了吗 够了 我们先这样子扛回家了 到家再收拾了 在这里弄太热了 今天好没好啊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白痴都没离 我早上去过 你早上那些过 哪来 嗯 耶 嘿嘿嘿 想到里面里 把叶子扯下来 剁碎 再弄成汤汁 泡米就可以了 剩下的这些风香叶 我要插放大门 还有窗子 还有小门那些了 没有缝插 就插放最连这里吧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还有窗子也要插放 全都插好了 大门窗子一边一个 要开始弄糯米了 你会不会啊 不会 我妈教我做的 糯米准备做三个颜色 这个是黑色 还有黄色 还有橘色 这样切着 我都闻到香味了 小林洗一下这个机子 再用这个机子打碎一点 看晴天风好大 吹得到处都是叶子 妈 我到那一项顶得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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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妈 把妹的 我妈说还要先把它晒一下 先晒一会 要晒放院子里 一会儿鸡吃了 就放这里吧 现在还有太阳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种叶子 做紫色的糯米了 这个叶子也是很香的 这个叶子我妈就找到了一点 之前我家在后院种的挺多的 但是都被我发砍掉了 要先拿煮一下 煮出颜色来 洗一下米 应该可以了 看紫色的冰棒片 棒棒 这个米要泡一个晚上 明天过十三早上再蒸 这是之前我跟小林上山采的花 这个花是黄色的 也是弄糯米的 冰一下就行了 这个也是要煮 把这个冰箱也翻一下 前两个颜色都挺好弄的 就只有这个黑色的最难弄 步骤太多了 看这么黄了 可以了 这个花把它晒干了 是可以多次反复利用的 这个黄色上色最好 对啊 一会那个黑色的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功的 看刚放就黄了 明天早上肯定超黄 这个紫色的泡了一会上色了 看 这个是开水 先泡一下 像会猪的一样 要不要尝一颗 你来啊 泡一会等它凉快一点了 我妈说要用手搓 用力的搓 它才会有颜色 这个水怎么是黄色的 会不会失败了 老妈 得不得吃 要快到那边去我换了 我换了几个水 你也要不 要不跟你 浪到黑色就不得了 泡到明天可能变成灰色的 不够黑 我妈说要么是风箱叶太少了 要么是我们拿的那一颗风箱树不行 我有一个婶生已经做成功了 我妈说等它糯米泡好了 我妈再去拿它泡过的水来泡 好了 拜拜 失败了